市民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7月19号 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黄兰军 周秀假日来看这场有趣的活动 地点在连池潭的挺库码头 来自大高雄的高中职学校师生 共70支的队伍 参加年度的自立造访水上竞赛活动 他们巧妙地运用宝特瓶 汽油桶 甚至连被轮胎也派上用场了 而发挥创意的同时 也展现团队的精神 70支参赛队伍各种造型的传阀 陈列排开看起来相当壮观 这艘用了超过100支的宝特瓶 组成的传阀 是树德家商参赛同学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他们取名为美丽浩 希望能够像海贼王里面的主角们 一样成为活动的亮点 感觉很有成就感 因为从不会到会 然后也用到了很多 从来没用过的器材 比方说呢 像钉枪打器的那种灌钉枪 那种东西从来没有碰过的 我们都有碰过的 打造这一艘船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大家感情变好了 有非常好啊 心情怎么样 还蛮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活动 我们本来就是自愿参加的 想要把它变更紧更牢固 那一方面是不要沉啊 同学们巧思创意打造的传阀 运用的都是资源回收的素材 有废弃的轮胎 养乐多瓶 连沙拉油桶也派上用场 造型各有不同 每一艘都是同学们用心的 智慧解经创作 不但是这个有创业 而且有科学根据 所以他们都是用保特瓶 比如说这个保特瓶 这个大概一捆 有多少几个 然后几个能够存在多少 这个福利 然后可以有多少人在上面 然后可以怎么样去运动 每一个人都发挥 他的想象力跟创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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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口号之后准备下水比赛 虽然不太习惯操作模式 有人用力的滑半天 仍然在原地打转 也有人轻松就抵达终点 但是同学们展现出充分的团队精神 也为活动做了最佳的示范 港多新闻黄兰君萧洪汉 采访报道